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了所有人心里遥不可及的白眼 1989年的万启文获得亚洲小姐亚军 一出道便稳坐亚氏花旦第一把交椅 他和江华 吕颂贤 吴永威并称亚氏的双生双淡 共同创造了亚氏90年代初的辉煌 金武门里善良开朗的武田有美 可爱又霸道的驱魔龙族传人马晓菱 亚氏推出的众多经典作品里 都留下了万启文的身影 曾经的香港娱乐产业高居全球前列 是很多人心知向往的发展胜地 而如今随着内地的快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香港明星选择来内地工作 前有大湾区哥哥披荆斩棘 后有明星艺人紧跟潮流直播卖货 影视 餐饮 教育等行业 他们的身影也越来越多 而今天我们要见到的嘉宾万启文 也用自己的方式在内地开启了全新生活 我一直在想一个从90年代鼎盛的香港 走来的一代女星 现在又是什么模样呢 那接下来我推开这扇门 就会走进她的世界 Size姐姐好 嗨 你好 看到了以前的那种影像资料里 没什么差别 是吗 你嘴巴也实在太沉 请问 我应该怎么叫你呢 我是佳佳 佳佳妹妹是吗 我是文文 好的 结果今天特别开心 我刚刚还在说 我觉得来到这儿的感觉 觉得每一个民宿 都是每个民宿老板 自己的世界和空间 是的 这个就是我的小天地 你想不想到处酒酒 来 好好好 那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奇术 是的 那要不我们去喝一杯 你们这个季节调出来的 莫甘山的味道 好的 想喝热的还是冰的 我都行 你来安排吧 那个叫什么 桂花 牛奶 牛渣 牛渣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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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喝一杯 桂花的一个咖啡 好 桂花的一个咖啡 好好看 这颜色 是的 这个是灵魂是吗 对 桂花 好香的 刚采来的 还在那个花瓶里插着 是的 你看那个小蜜蜂 谢谢 桂花的一个咖啡 鲜的蜜蜂都来了 谢谢 我再拿蛋糕 我们去吃 好 就这么好的阳光午后 然后喝杯咖啡 吃个蛋糕 人生一代乐事 来干杯 干杯 干杯 这很多人说年轻不是你的肌肤状态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给人的那种少女感 其实很寄人的你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你既然心情就会从你们开心出来 特别是在这个环境 因为我从小都是在山下的地方长大的嘛 摩根山这个环境就是给我回到小时候的那种感觉 就通山去跑啊 然后去摘那些水果啊 看旁边都是蜜蜂啊 蝴蝶啊 我在这里的时候我自己心情都特别的轻松 嗯嗯 你知道几条村嘛 我们盖了民宿 起了民宿之后 然后那些村民也可以来上班啊 那我们就可以聊天 比如说 我们家那个佛小瓜熟了 你可以来摘了 那有什么熟的 你就摘 摘完就中午在那边煮 然后那个菜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特别的甜 你就很开心的去吃 如果你在香港 我去哪里再菜呢 我也不去 就是我们通俗说是有人情味的菜 所以真的很有爱的 那所以这儿的村民和这儿的人 是让你选择留在这儿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吗 这个很重要 他们没有把你当成外人 就他们给你一个另外一个家 那你很有归属感的那种 他们需要我帮忙的时候 我说什么 好的 我要去做 所以我觉得这样很轻松 就是人生很难得去做一些 你自己想做去一个环境 你就很喜欢的地方 对吧 下午的话 我们可以去山顶那个地方 你看出去好美的 看看今天瑞瑞美不美 有没有那个鸡蛋火 好吗 鸡蛋火是 鸡蛋火 我说那个太阳 如果它很黄 我明白明白 这是落日像不像鸡蛋黄上 对 就是那个 好 那我们喝完咖啡就出发吧 一会儿 干杯 天气整凉了 可以喝一口金箍面前 是的 它可以化痰 止咳 润肺 频喘 非常的温暖贴心 太好看了吧 我们今天是不是很幸运 真的 可以 那么大一片鱼 等我们来 真的 而且这个鱼它一层一层的 到后面是晒的那种金光 是的 太美了 哇 这个地方真的太适合 谈恋爱了 那你有没有跟爱人来过这个地儿 没有 这里没有 没有 那它有来过吗 它都没有 那因为我来了 总要有一个人在香港 因为很多杂人都在 要照顾那边的事情 所有各方面 现在就等了 如果疫情结束之后 那就可以带 一起过来玩 你们两个又很久没有见了 那你想它吗 想它 因为其实我已经结婚21年了 其实你两个人相处那么久 你不需要说出来 你都知道对方想做什么 姐姐 我觉得你是一个 其实特别重感情 也特别练家的人 在香港还有那么多的亲戚 朋友 然后离开他们 然后到内地来定居或者生活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决定 我朋友常常说 你快点去找多一些地方 我家人都是 他们特别支持你 因为他们都喜欢 因为以前我们常常组团 旅行团的一团团人过来 我跟妈一家人去过很多地方 比如说新疆 甘肃那边 比较偏远的地方 就是那种你们知道的土路 是吗 对 还是土路 那那个路都空空空空空 我们就一直在跳 18年 前几年 我去甘肃的时候 那我说 哇 那个公路那么现代化的一个 一个一个服务区 又大又干净 然后那个路又快 风景又美 那我觉得 哇 我们国家真的很厉害 在短短的一段时间 已经发展成现在这样 那你就是搬来这边之后 你觉得生活方方面面 你还适应了 我觉得挺适应的 可能是 有那个情吧 因为我祖籍是上海 然后我爷爷 少年的时候 就去了香港工作 就每一次去见他 他都会跟我说 他说 齐威啊 你出生在香港 在香港长大 我们是中国人啊 是 哦 就从小到大 他已经把那个 我们是中国人的那个 观念 对 已经在我心里面了 嗯 所以 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感觉 就是好像回到家乡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跟在这里 嗯 嗯 我觉得那个情感是 我家人 成全给我吧 嗯 内地日新月异的变化 和彭博发展的朝气 感召了这群曾经辉煌的人们 他们也经过在内地的 常年工作和生活 找到了对祖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就像万姐姐一样 找到了家的感觉 在我心中 无论她的身份怎么转变 透过那双会说话的眼睛 我能轻易找到 记忆中那个美的令人心声疼惜的蓝凤萍 谢谢 我自己敲的那个时候 马上又要掉眼泪了的感觉 没有 没有 你要不要试一下 试一下 你没有变化 好的 我去吸一下 让我们经典再现 再次见到你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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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哦 哇哦 哇哇 哇哦 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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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哇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刚刚看到你在唱那首歌的时候 然后就有点忍不住了 然后就一直在掉眼泪 因为好像十几二十年 我没看过那些MV 我也没有回头看过那套戏 然后我好像那个时候好年轻 那个时候的样子记不住了 但是那个时候那种戏里的感情 包括拍这个戏的时候那种经历 和感受应该还是那种历历在目 是的 我记得很清楚的 从刚开始拍的时候 他们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唱歌 就每一个人都唱得很好 但是因为我身带本身就有事 像天罗啊 曾祝伟啊 就是他们会带我去KTV 然后去找我 他们叫我你怎么样都去念 真的很有感情的姐妹的那种关系 那看着看着你就想起他们 那你们现在还会有联系吗 都会啊 比如说在香港的时候都有越过 是的 你那些年就是非常努力 然后无缝隙进族 其实给大家留下了很多经典的 大家喜欢的角色 所以在我们这次录节目之前呢 我们特意是求助了 您的影迷和观众 然后收集了很多记忆 对 然后我们把这个记忆 做成了一份礼物 我今天送给你 又有礼物 对 对 对 在这边 哇 那么大啊 这应该是我们节目目前为止 最大的一个名额 是一个照片墙 是从你1989年出道 然后到你后来到现在为止 拍过了一些非常经典的角色 有剧照啊 有定妆照啊 从19岁到51岁 万启文将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都留在了荧幕上 港剧蓬勃发展时 她展露头角 剩极一时时 她是中流砥柱 从亚史到TVB 万启文几乎同步经历着 香港影史的发展历史 我感谢到现在还有那么多人挤住我 一直在关注我的 还有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你看到你们那么多照片啊 我那个时候 拍了那么多剧 这就是我的青春 全都在里面 我第一套电视剧 西纪大佬 傻瓜一样的冲进去 什么都不懂 里面有一个演我们大佬的 然后她是演戏剧的 她就自己扎很多东西下去 然后你就觉得 原来还可以自己扎那么厉害的 吴海鹏 老师 她是在我最多的一个 她有什么她会直接跟我说 你这样对人不行 你这样演戏也不行 你讲话怎么怎么 她会在我最多 人生到底的一个前辈 我很幸运那个时候 遇到她 小时候父母就分开了 然后你突然间觉得 哇 我在戏里面 我好像多了一个爸爸 我有一个爸爸 就是那种感觉 李昌秦前辈 他是我 我看过 为什么演员那么厉害的 他去教我一头 去跟他拍 但是我们大家拿着剧本 对着 然后好了 我们走位 然后她可以把剧本放下 然后直接一边走位 一边把刚才所有说的 对白全都说出来 不管她骂人也好 哭也好 什么也好 她可以这样 然后我那个时候看着 我就觉得 要当一个好的演员 最基本的东西 你必须要做到 所以那个时候不睡觉 就每天自己去看 把它背下来 可能我演习真的没经验 我可能演得不好 但是我绝对不能在现场 给你觉得我没有努力 我要告诉他们 我是很努力的 好辛苦啊 还有那个时候就是 台前幕后 灯光师啊 摄影师啊 收音的道具啊 他们都会提我的 文文你走那个位置不好 我说什么不好 你太胖了呀 我说哦哦哦 那就不好了 真的不好 就是他们 每一个人都会给你很多意见 尽快进入那个进度里面 跟他们一起 因为他们很拼的 反正我们多累也好 什么也好 我们一说好 我们来队 收音都会 马上就进入那个状态 我不能拖他们后退的 因为他们太专业了 我不行 我就要 就追着他们 一直跟一直跟 然后他们就一直叫我东西 我一直学 一边跟一边学 然后一边努力 我们是这样过来的 没有那个年代 没有那个时代 我觉得没有今天的我 是他们 他们造了我 怎么去规划自己的人生 怎么去坚持走自己的人生 是他们造我的 从90年 然后一步一步到今天 那我感觉就是很多人的说法就是 已经一步一步往下走了 那心里面当然觉得有点难过了 因为我是其中一份子嘛 对吧 家人 以前那帮家人呢 虽然当然现在很多都退休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 只要我们所有人目标是一致的 那每一个年代 每一个时代都是最好的时代 我们就聘嘛 我觉得有一天会行的 如今的万启文 依旧活跃在香港电视的一线 和老伙计们共同努力 维护着港剧的荣光 无论是留下的坚守者 还是在内地的开拓者 给观众带来欢声笑语 永远是他们努力奋斗的动力 喝出健康好肺 品味时光之味 京都念慈安提醒您下期看点 今天晚上要再次见到的 陈芳渊老师将会举办他的一场 个人演唱会 喜欢很多年了 好像我们青年时代 他就开始红了 从小我就很喜欢他 那这么多年过去了 现在的他又是什么风格呢 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看一看 走 上微博参与再次见到你 一起讨论 一边看一边聊 如果你的世界多难忘 他们的笑很累 那些美好却散落的故事 我多想 再见到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